现在正在进行的所谓1.5代 这个名词也很有意思 我们第一代过去要进入第二代 没有办法立刻掉到第二代 因为有太多的问题要克服 所以现在进行1.5代 那么1.5代的改革就是保费的改革 那有人说1.5代是劫富济贫 就是说讲到公平 就是说你所得高 你可能就多付点保费 所得低少付一点 或者你看并看得多 你可能要使用者多付点费 看并看得少 基本上所谓的保费公平心 是不是在我形容的 这样的一个框架里头来设计 我们的保费它的基础 是用薪资做基础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投保薪资 但薪资不是所得 薪资所得跟所得中间 大概也是占所有所得的六成 那现在因为M型化社会 这个薪资所得其实越来越少 就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那他们是资本利得 其他的投资所得 那部分成分越来越大 所以当初是靠这个薪资所得 所以你的税基就少 你就只有六成可以去收费 那二代健保它的观念就是说 那不要用薪资 用所有所得 就是用百分之百来做税基 那原来只有六十百可以做税基 而且现在税基是越来越减少 可能六十现在变成五十几 越来越少 所以那个是二代健保的概念 不过二代健保它一下做的话 会造成一个后果 等于把整个制度 财税是整个健保的财务制度 全部修改 那工程蛮浩大 而且受影响的人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是增加的 就是大部分人都增加 那这个一定 那这个一定是影响蛮多 所以健保局才会想到说 不然弄一个折中案 就是影响不要那么多 但是只针对资本利得 就非薪资所得比较多的人去处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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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